基本上在《六个多佑》这样子的动断之后 能够用一个民主的方式来解决一些区域性的 一些政治性的还有权力量的分配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选举 特别在这个时候 那么现在目前看起来应该是民主派的盛面居多 因为经过这一次整个的社会动荡之后 大家看出来整个民主 大家追求民主的决心跟毅力 那么建制派的力量显然在这一次选举之后 可能会减少 如果会减少的话 而且照这个民主派的力量如果增大的话 那么对整个香港未来的政局就有很大的影响 别的不说 第一个 如果民主派赢的话 所展现出来的意义 就强化的 跟这个重新让老百姓 让外界都知道 这个香港的人重新认定了这一次反送中事件的整个的合理性 跟它的真正的诉求是什么 因为下一步就是要补选 再来 这个这一次的这个选举 这些区域维续选出来 虽然没有直接的这个实际的这个权力 立法的权力等等 但是呢 他们对于这个未来的特首的这个 分配 这个票的分配 在1200个这个席次里头 能够占有将近100多个这个位置 所以这里头 将来这个特首的选举的时候呢 由这边所产出出来的一些区域性代表呢 也会强化整个这个 这个民主派的力量 所以就这两点来讲的话 对于相来 香港的这个进程跟未来 不太远的这个地方 是有很大的影响 那不太远的这个呢 你说的连着这个 这些为什么呢